看一下那个房子 这应该是年久失修了 然后所以就看起来很破的样子 看到了一个观景平台 在那边 我们去看一下 下面就是保全水库的朋友们 我现在保全水库的上方 然后俯看一下保全水库 大家看一下 下面还有滑雪场呢 太刺激了吧 一博老师开始准备 他的五人机拍摄了 能飞吗今天 风有点大 好的 我给你当模特啊 一博老师 我继续给你当模特 我们要去看宾馆了 走了 朋友们我已经到了五家湾了 这个就是河南省和山西的临界处 朋友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黄房子呢 就是这个一波哥家的房子了 一看就是大财阀呀 一波哥家的房子 这边没可能划猪排 钓鱼 这你这企业够大呀 那边我去年我经常在这划猪排的 现在是划不成了吧 现在划不成了 你看一波哥家这边还有餐厅 还有一些小吃 规模 规模很宏大 一波哥说这个是郑州的后花园 也是我们新乡的后花园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一波老师的抖音号 一波旅游推荐 一波旅游推荐 你是不是夏天也天天经常来这玩啊 对我一般夏天每天都在这 真好 夏天来这划着竹筏 这景色也太美了 我来打卡一下这里啊 清香绿水的好漂亮啊 朋友们我们在上山的路上碰见一个 这种古村落啊 好原始啊 原汁原味的感觉 你看它这个墙 都是用土做的 包括它墙里面那个砖头 感觉都是用土做的 哇我好喜欢这种古村落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在皮影戏里面 看到的那种场景啊 就感觉那个墙都快要 打成洞了 快开成一个门了都要 朋友们我在这看到了一个更破的房子 这个房子一看就没有人住了啊 荒无人烟的 我们从外面看一下 这个房子 如果晚上来这里面探秘的话 应该挺有意思的 你看之前里面弄的还挺好的 还有二楼呢 里面还有二层 哎有点像西装版纳的感觉 四面通风的 虽然不能住吧 但是看起来还挺有味道的 不好下啊 朋友们有点高 所以我就不下去了 不然的话我进去探秘一下 看一下那个房子 这应该是年久失修了 然后所以就看起来很破的样子 我记得之前那边有一条河 然后河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房子 在河里面很漂亮的 当时都已经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奖了 那边有个供销社呀 就六七十年代之前就是这样的 又开始流行供销社了 你说神奇不神奇 朋友们我穿越了 我一下回到了解放前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了 到了这个平店的供销社了 我们进去供销社看一下吧 找找小卖铺的感觉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哇天哪 太有感觉了吧 买点东西吧 跟我在电视里看的一模一样 你电视里有一个摸影 真的 真的还有散盘了 我们来参观参观 这也太好玩了吧 太好玩了 还有玉米 是用盆装的玉米 这不是啥小米 小米小米 说错了 小米 你看这个柿饼 核桃 山核桃 柿饼咱来一道尝尝 真好 你看还有春莲 朋友们 有没有找到那种 七八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的感觉 太神奇了朋友们 在我们中国 在我们中国呢 还保留着这种原汁原味的这个供销社啊 这跟以前我在电视里面看到的一模一样 就那个你好李幻英里面 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个柜台 看到吗 还有个这种柜台 这么高的柜台 一模一样 还有布品呢 朋友们 看一下 还有布品呢 这还卖布了 看上面的暖水壶呀 那个画 还有这边 看看有没有那种导演 就是想拍电影了呢 不用临时搭警了 直接来这拍就可以了 嗯对 直接来这 三下五除二嘛 忘了 老板你会打吗 给他露一手 完了玩砸了 哈哈哈玩砸了 走吧 谢谢老板 谢谢 我们走了 结束了一天完美的旅程啊 刚才跟这个一波哥 一波老师我们去吃了个饭 一波老师今天玩的特别特别开心 你带着我们玩了一整天 有时间再过来玩 谢谢你啊 下次还来找你啊 好的 我还有滑翔伞呢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